便宜的乌鸡你们见多了 今天我就带你们看一下 乌鸡里面的爱马仕 冰乌鸡当什么样 冰乌鸡带洋绿色的很少 但是价值不高 它就是卖这个颜色 缺点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贯窗的脸 比较特别的一个 它还是有种水的 细落化的种水 这个冰味比刚刚那个骨子 绿比刚刚那个还要多 白底的飘满圈花 近两年是非常受小年轻的喜欢 有没有比这个更冰一点点呢 给你们看看什么叫做 乌鸡里面的爱马仕 下面这一点边角料都要卖三四千块钱 可见冰乌鸡是有多么的难得 这个灯打上去就像一轮明月 它是没有种太漂亮的 全冰的 全冰全其焦的 白的地方是透明的 黑的地方是像钢琴黑剑一样的黑如漆 哥哥这个打扰一下问一下价格 开三十那弹过多少呢 没弹 这应该就是那位小姐姐想要寻找的水墨担心话吧 想挑战一下 大家对乌鸡有一种误解 就觉得乌鸡都是很便宜的 但是在国内的话 大部分的人是不了解它的价值的 他们拿花十万的预算 他们只是想买绿的紫的冰的 五万你们觉得值吗 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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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